端午节快要到了南部缺乏梅雨封面的滋润 气温几乎是从早上8点开始 就是摄氏30度开始往上飙 而在8号 9号这两天 罹患心血管疾病的民众难耐炎热气后 台南竟然有8个人猝死 而当中最年轻的只有38岁 未来如果没有梅雨封面的话 可能气温还会继续往上飙高 那么医师要提醒您的是 不要以为天冷才会引发心血管疾病 其实太热一样会心跳加速血压升高 引起心肌梗塞 要提醒病友们特别留意